可动眼珠触摸发光 磁吸手机 白哥直呼科幻片 这就是目前能玩到的最高规格修罗开甲 作为凯魂系列第二款产品 包装风格延续了帝皇的设计 台箱已是敢拉门 特殊的配件量相较于帝皇是大幅升级 几乎能给的都给到位了 预定的话R49实现会贵一点点 虽然发售也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咱们就补个坑 跟大家一起把玩下 总体差不多高18mm 因为脚步是合金材质 这么大一个男的手里 还是很有分量的 和帝皇侠是同一个比例 这两大跌站一起 真的是气场是多 不过凯魂系列的升高 比自家的凯拼或者是行创 最高一点 不过就这么点差距 把修罗和行天摆一起 感觉完全是可以当成 皮套演员的升高差 身形方面 比例相较于以前发售的超仿真版 就是史诗级进化 并且还首次还原出了修罗的布置披风 真的是非常感动 这么多年 终于是有一款高度怀孕居中的修罗可动小人 不过头条的造型感觉还是差的点意思 可能是嘴巴上的刻线太粗了 再加上眼罩上下坚军的有点宽 导致看上去不够拧定 这次副手的灯组 不光是头部 甚至连胸口的五个宝石 也都能通过触摸亮起 可以看到 眼睛在关灯时呈现金属色 点亮后会出现敷衍细节 并且 这次的罗关问题不像帝皇霞那么严重 把灯一关 感觉这不就来了吗 这次不光在第一部位加入了褶皱的刻画 皮头上比较复杂的画纹浮雕也都完全体现了出来 锐露表现非常优秀 并且被披风覆盖的地方也都有涂装 披风外甲上还能看到修罗的徽章 甚至在大地上不走不起眼的命纹 也用影印还原了出来 总体表现确实非常精致 但是最强的还得是这个小手机 不光是表面的花纹 翻开后可以看到 甚至连按键和屏幕都涂装了出来 很是赏心悦目 并且还是通过磁线安装 虽然把玩时有点容易掉 但是这个设计思路还是可以表演一下的 不动下面的小刀刃 还能还原非暗武器贴摸刃 另外一只手上的修罗披风爪 则是需要替换完成 可动上 这一次修罗相较地皇升级了不少地方 手线终于不是死腰了 前后弯腰包括左右侧摆的可动幅度都挺不错的 肩胛给了一个拉伸关节 可以用来避让胳膊平台可动 同时胸腔内增加了一组引出关节 可以提升手臂的前身范围 小臂部分新追加了一个水平旋转 不过这一段可动其实帝皇更需要 下面跨关节相比帝皇不会显得那么空洞了 并且还给出了简单的防穿帮结构 最后在脚踝部分还有一段拉伸关节 用来提升脚部的接地性 基本上能满足大部分的常规pose 武器配件方面细节涂装也都非常到位 修罗魔臂虽然不大 但是该有的细节都有 修罗猎鱼刀涂装也很到位 并且这武器中间还做了一个可动研 之前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设定 知道同学可以在弹幕里磕破一下 最后就是修罗魔臂和修罗猎鱼刀组合来成的修罗猎鱼集 可能是因为不太好做刀身的展开 所以直接单独给了一整把 虽然少了一点可玩性 但这么一难了也能实现两把大型武器的双持了 这款凯昏修罗作为奥飞的旗舰产品 可以看得出某足的劲儿 能上的都给你上了 涂装方面也是进口轮的纳满 什么浮雕影 修罗这么复杂的造型都给还原的差不多了 可动不说多好 起码能还原大部分剧中的造型 硬要说的话 感觉后续产品还得多在头雕上下着功夫 毕竟头部才是可动小人的灵魂所在 那大家觉得这款凯昏修罗如何 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聊论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虾米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